更多育儿知识请关注,传语视角,年年夏日来临,天气越来越热,头顶白花花火辣辣的太阳,宝妈小丽觉得挺糟心。 天气这么热,宝宝穿多了身上肯定会起肺子,捡衣服吧,又怕着羊生病,邻居家小娃娃夺宝前些日子和宝妈去商场玩,被空调吹得感冒一周,又咳嗽又流鼻涕的,前天刚刚好清。 小玉认为宝宝与成人一样,也怕热,夏天应该穿少点,可是每次她一给女儿步步剪衣服,外婆总出来阻止,会说,小婴儿太小了,不能冻着了,穿暖和点没错。 老人习惯给宝宝穿多,其实,宝宝的身体有一定自我调节能力和免疫机制,宝宝宝妈们不必过于纠结。 紧记穿衣注意事项,即时适当更建衣物,对婴幼儿精心护理,这个夏天就能让宝宝远离生病,过得开心。 紧记穿衣注意事项,即时适当更建衣物,那么,夏季应该怎么给宝宝准备衣物呢? 请牢记三加三加二穿衣原则,即三个最好,三个暖和,两个凉爽,三个最好,第一个是最好给宝宝穿纯棉面料。 宝宝的衣服,不在于好看不好看,最关键的是舒服不舒服,方便不方便。 宝宝皮肤柔软,娇暖,抵抗力差,汗血分泌旺盛,衣服的材料要选择柔软,保暖性好,吐气的面料。 例如纯棉和丝绸的衣服,尤其与纯棉面料比较适合,给宝宝穿纯棉面料,三个最好,第二个是穿衣件数最好与成人差不多,一周岁以下的婴儿,还不太会走路,运动量相对较小,穿衣的件数与成人差不多就可以了。 但是千万别以老人的穿衣习惯为参考,一周岁以上的宝宝,新陈代谢很快,活泼好动,很容易出汗,穿衣件数甚至可以比成人再少一件。 宝宝新陈代谢很快,活泼好动,三个最好,第三个是最好灵活及时加减衣服,父母要密切关注环境气候的变化。 根据外界因素变化,做到及时加减宝宝衣物,早晚外出时气温较低,又给宝宝加一件宝外套,以免宝宝对气温变化不适应而着凉,灵活及时加减衣服。 宝宝在户外活动量较大时,要及时减衣服,不然会因穿衣过多大量出汗,进而着凉,免发肺子等。 在宝宝后背塞的小罕金也是不错的做法,阳光毒辣时外出,要做好防晒措施,例如为宝宝戴上,能遮住眼睛,及大半个脸的宽颜遮阳帽,最好还能照上长袖宝衫。 如果推营车出去,车上要配有遮阳棚,做好防晒措施,宝宝睡觉时腹部容易着凉,要给宝宝在堵堵上盖上毛巾背,或者火上杀金。 把小肚肚保护好,在空调房活动的时间不能太长,空调温度应控制在20T,8度左右,室内外温差不达于5度。 给宝宝穿上小袍啊,穿下秋时令过度变化时,加点宝宝衣物时,要注意循序渐进,给宝宝一个适应期。 加点宝宝衣物时,要注意循序渐进,三个暖和式被暖,度暖,加暖。 一是被暖,人的背部特别容易出汗,但是背部距离背部极近,尤其不能受风受凉。 背部受凉了,有可能患上肺部风寒疾病,保持背部温暖,可以帮宝宝预防疾病,减守受凉感冒的几率。 然而背部保暖也只是适当保暖,物的关暖了,则会让宝宝背部出汗多,因汗多是然而生病。 天气温热都不能让孩子光身子,最好给宝宝穿上小背心,几凉爽又能保护背部温暖。 背部大量猪汗,要及时发现及时擦杆,晚上睡觉开空瓢时,最好给宝宝穿上长袖衣服或饱水袋,防止宝宝睡觉梯被自着凉。 给宝宝穿上长袖衣服或饱水袋睡觉,二十度暖,愣空气刺激腹部,会损伤肠胃功能,影响对母乳,配方奶粉的消化吸收和身体发育。 宝宝抵抗力低,尤其容易肠胃受凉引起不适,因此,保持肚部暖或是关键,对疾病预防有重要作用。 宝宝的衣服,要能完整遮住肚子,睡觉时,要做好保持肚暖措施,如在小肚子上搭一件小毛巾,做好保持肚暖措施。 三是脚暖,脚部神经末稍丰富,对外界温度变化极为敏感,给宝宝的手脚保持温暖,才能保证身体适应外界气候的变化。 宝宝在木地板或泡沫板上活动,可以给宝宝光着小脚到处跑,有利于促进宝宝的感官系统发具。 如果气温稍低,外出活动,或者在空调房间睡觉,要给宝宝穿上袜子,给宝宝的手脚保持温暖。 两个凉爽是头凉和胸凉,一是头凉,人体由身体表面散发的热量,有三分之一是由头部所散发出去的。 头部过热,容易是宝宝心烦,头晕,出现上火症状,对身体健康不利。 夏天宝宝头部容易出汗,要及时它干,夏天天气热,除了在放晒的情况下,一般可以不戴帽子。 刚出生的小婴儿,在室内也可以不戴帽子,保持头部凉爽,散热性好。 二是胸凉,宝宝穿着过多过后,会压迫胸部里的肺和心脏,影响正常的呼吸与心脏功能。 穿衣过多,宝宝还会容易心发与内热,还可能滋生肺死,又发应幼儿失诊。 要是意外界温度变化及时增减衣物,不能把宝宝捂得太热。 宝宝流汗过多,出辈子了,就要及时减衣。 如果小手摸着凉凉的,就赶紧加衣服,及时增减衣物。 好了,看了《传语视角》这篇育儿方面的文章。 如果您觉得对您育儿方面还有点作用,就请动手关注下《传语视角》。 以往还有些文章,也许对您育儿有点作用。 欢迎转发,向更多人了解到有用的知识。 您的支持,是对《传语视角》的鼓励呢。 欢迎转发,向更多人了解到有用的知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。